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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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朋友好,我們又到一小時的時間了 今天又下了大雨 我發現你是異象的,原來都入了鏡 是嗎? 那把傘子入了鏡 嘩,很害怕啊 很害怕啊 是啊 你老哥也不害怕,隨便撿傘你也做得出 我想撿,沒有撿到 我撿過一次,很多次 上次那把沒有撿 你撿了一把還是一劑? 一把 一把 有沒有事? 不記得了 這把自己買的 我忘記了 一會兒移開鏡 我呢,今天看新聞 我發現了 蘋果不是有賣盤的 不是,我更正你壹傳媒賣一周刊 蘋果沒有賣,賣一周刊 那些 現在我在想 怎樣呢? 你想賣嗎? 就是我經常,幾億我也有 幾億你也有 乳酸菌也有 乳酸菌,膽化質 然後我在想 我經常把人生裏面的規劃 這麼厲害? 我會回想回頭 你知人生會經常碰到AB的交叉點 A、B碰得多 AB 知知知知知 你不是走A,走B,走C 我經常在心想 如果我當時走A和B 其實我的處境會不會有轉變呢? 我經常review自己會不會做錯事 我不會的 我會的 因為不能回頭的事情 是,但不能回頭 但當時處事的方式 可以有改變的 處事方式可以檢討 但實質上 我們很多時候的結果 回顧是沒有意義 因為不經歷一次是不知道的 但你會review做錯甚麼決定 同意 將來再去到AB的位置 可能我不可以這麼想的 即是上次打扮過東西 而我心想 原來我發現了 我的AB位 無論怎樣走 都是糟糕的 真的很嚴重 這個世界上來 不要說不順命 是整定 我每次做的時候 有些人叫我 要是去朋友的公司做一些 跟財務有關的事情 財務有關的事情 你很害怕的 不是收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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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合法的事情 不是收索 收索也是合法的 不是收索我做過 然後呢 近來我睡覺 我朋友在公司很大間 因為萎縮 快要倒閉 我心想 我做了一份工作 到頭來 到頭來幾年後 又是失業的 然後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介紹我 去裏面寫東西 寫那些副刊 那些 即是一周刊 那些 我心想 咦 做一周刊 我回家中 又是失業的 又是失業的 然後我不做一件事 我做D那件事 最近人們又告訴我 那份東西又是 焦了 又是失業 現在沒事 是的 反而現在沒事 是啊 做網台沒事 整定說一些神怪的事情 寫一些古怪的事情 所以你說做人 信不信命 信 我打算等你有空的時候 就帶你去公司看 好 我真的有一件事 通常你聽到一些怪聲 聽到一些什麼 就是別人聽到的 晚上聽到 通常你叫他錄下的時候 就錄不到 我現在發現了 我快來搬了 是 我那個大廈有一部升降機 嗯 有一部升降機 是 只要你晚上去搭 可能四點啊 三點 凌晨啊 凌晨 你每次走到升降機 那裡 然後你會聽到 升降機槽有人唱歌 真的嗎 那真的是真的嗎 沒有人播歌 沒有人唱歌 沒有沒有 OK 他播的那些 你不知道是什麼歌 不是愛情陷阱 那些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愛情陷阱 不要緊 還有那些 你知道你播什麼歌嗎 什麼歌 中文歌 好像印度的粵曲 會不會有阿叉嗎 會不會有阿叉 阿叉在什麼 沒有 沒有人啊 有阿叉在一起 你講這件事 然後呢 你先說 他會變的 變什麼 他有時候不是播這種歌 變巴基斯坦歌 是 你會很安靜地在升降機 你會聽到總之 很明顯是一個女人在唱歌 但你聽不到他唱什麼 但你覺得是現場唱還是播帶 你覺得 絕對不是播帶 沒有配樂的 清唱 如果你現場唱 那我的升降機 我十多樓 我一直下降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越來越小聲啊 是 你沒有理由在升降機槽上播放 是嗎 是 從上面到樓下 一樣的音量 一樣的音量 那樓一直調轉 你越遠一點 越調轉 是 我想問 你為什麼不錄音回來阿達哥 為什麼不錄回來 因為我試過兩三次 錄不到 都是這樣 那我沒有理由隨身 帶著錄音機出街 那些手機都有 是 我準備可能 我今晚就試一下錄 錄不錄到 但我都怕 就是它很小聲的 你很聚精會神的 不要緊 我知道我第一天聽到 我正在笑 我想想 那半夜三更播放音樂 你想想一下 已經不對了 不要想 拍攝 拍攝嗎 不是有網友問我們有沒有搞 不是 他舉幾個例子 譬如華富邨 還是達德那些 很大路 你沒有鬼的 我朋友在那邊住的 但為什麼這麼多人靈淡 等一下 我們慢慢再來 有電話進來 我先聽電話 先聽電話 先開了今晚的主題 我們講 空宅 好 電話進來 喂 喂 喂 怎麼稱呼 你好 我叫Eva Eva 你好 其實我本身都不是聽了大家的節目很久 但還是第一次打上這些電台 謝謝 是 什麼都是第一次的 是 什麼都是第一次的 是 緊張一點 是 不要嚇唆人 很怪的 是 其實就是關於我自己的第一次經歷 我本身就不是說見過 不是說有陰陽眼或者會見到什麼 就是一個普通人 但是 就是去年的8月 我就生日 跟一些中學同學 就進場 這個地方就是叫做唐福 那它是在大約大嶼山那裡的 那我們就租了一間度假屋 那間度假屋就是 這次它8月來講是暑假來的 那時候大家中學生都還在放暑假 是 然後呢 那次就衰 那些同學復急問 那間度假屋就很舊 很殘很舊 但是又很入 但是價錢又很貴 然後呢 我們那間屋就剛好建在一個 類似在一個山林的隔離 我記得那天就是8月25號來的 我過兩天就會生日 然後那些同學都是順便一起去慶祝 然後呢 就入到一間度假屋 那天天氣就很 雖然是兩三點鐘 一些比較上下午的時間都光晚的 但是那天天氣不是太好 就失散了 就好像下雨一樣 然後呢 那我的同學呢 就剛好是 不是全部進來 因為那天是星期五 大家有些重要上班 那可能就 就是分批地進來 分批 那時候 首先就是一個女孩 跟了大約四個同學 就進去那間屋線 就是拿了房間 拿了屋線 然後呢 我記得那天呢 那次就有十多人左右 那次的營館 總數 十多人 然後就 一間屋裡面有三間房間 然後他三間房間裡面 那我就 那些同學有四個 計算我五個 那他們剛好就懂得打牌 那我就覺得那天 身體就特別累 那我就想著 他們打牌 四個就出來打牌 那我就先睡一會 入房間睡一會 然後呢 我就記得有三間房間 那我就選了中間一間房間 但是為什麼我選了那間房間 也有少許原因 是因為如果兩間房間 那些床鋪 都起了毛粒 都起了毛粒 很吉肉 那我就看到中間那間房間 床床床床很舒服 又開著冷氣 就覺得那間房間很舒服 很想進去睡 然後我就選中間那間房間 那明星我就 打算開著門睡 誰知道我的同學就衰 其實他OK的 他好的 他就說不如幫你關一對門 我們打牌挺吵的 然後他幫我關一對門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也聽到他們外面打牌 那些聲音的了 那我也很肯定自己是 即是屬於是 閉目養神 但是還沒睡著的 因為他們打牌的聲音 其實關著門都聽到 很吵的 聽到了什麼呢? 是 喂? 聽到了什麼呢? 然後他們打牌的聲音之後 我過了沒多久 那我睡的那張是雙人床 其實本身 我也清醒的 意思是我閉上了眼睛 然後我突然聽到 我睡了一邊的 我沒有睡在中間的 雙人床睡在一邊的 然後我聽到我旁邊 我又沒有蓋被子 那我旁邊的被子 就好像有一些 刺絲沙沙 就好像有人在你旁邊 動那張被子 那樣 當然我肯定不是我自己 因為我都還沒睡著 所以我閉上了眼睛 然後我就有一點 就是我又好像 意識到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 轉過去 即是我反身轉過去 看看有什麼在動 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個女人 一個女人 是好像 躺在我旁邊 那她呢 她是穿紅色的衣服 就是一條紅色的年薪裙 那樣的 然後呢 她是披頭散髮 那樣的 就是看不到我樣子 但是她就是在我旁邊 那這一下呢 其實我是覺得很充實的 因為我馬上就抹大了眼睛 就是看得好 我很清楚 我想問一下 她在你旁邊的意思是 她平排躺在你旁邊 還是她坐在你旁邊 還是她坐在你旁邊 還是她躺在枕頭上 哪一樣呢 她是平排躺在我旁邊 實體來的 她不是坐著的 她躺在那裡 對 然後她是中間間 又不是說很不清楚 因為我是 她那個顏色 實在太衝擊了 因為是平息 我想問一問 是不是披頭散髮 但是看不清楚的樣子 不清楚的樣子 她頭髮是遮住的 你怎麼知道是女人 你怎麼知道是女人 因為我轉過去的時候 一下子看到這個影像的時候 我突然間動不了 身體動不了 因為我轉過去 轉過去 其實我已經摸到了 但是我轉過去 看了她之後 我就立刻動不了 然後我就聽到她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她是女人呢 因為首先她那條好像是裙子 另外她是有發尖叫聲 這個尖叫聲很特別 就不是說 我和你當年說話的時候 你叫我聽到 而是那種尖叫聲 她是在你的腦裏面 想像到 迫放出來的 想像到 想像到 總之是叫聲 叫得很大聲 然後我就是 整個人好像震了一下 然後就 動不動 然後我想叫我留學的 因為同學是出電單 然後我開始是很用力 聲聲 力氣過小聲 都叫不出聲 就是很微弱的聲音 被鬼澤那些 然後 但是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自己本身 從很小的開始 有聽開0.256的 但是呢 somehow都沒有任何這些事情發生了 沒有試過這些 這樣的體驗 然後呢 說到 我不是說是上年大日 上年8月 發生 然後到現在 我都沒有再接過這樣的經驗 那你那次 就是說我那次是唯一 你不能動是多久 我想維持了可能 五至十分鐘之內 五至十分鐘之內 然後呢 接着我的朋友见到我之后 他说你为什么好像睡完一觉 比你还没睡之前 我的样子是很仓白的 我就一五一十坏了 他们都不相信的 但是我说了一些事据 我说了一些事据 那你之后有没有怪事发生 就是运气不好 甚至乎是在家风着黑 或者还怀疑再见过这个女人 有没有试过呢 通常搞得你就不是这么简单的 其实就没有的 因为这一刻我都挺肯定自己是 因为我这么久以来 我没有试过这样 即是一回到那些 还有见到影像 首先我觉得肯定是我动不了 接着见到影像听到声音 我觉得这几样东西合起来 我自己肯定过一遍 其实你不介意我 还有一个我不肯定的 但是是我中学的时候 即是时间线是再早期一些 好啊 你说好 Iva 但是我想仔细 Iva 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你发生过这件事 你说很刺激 接着 那你有没有尝试去上网找回呢 那屋那里呢 你去住度假屋的地址 那个地方 上网上有没有人说过 其实在那里遇鬼之类之类 就是我见到 那我们去下屋的时候 那些有些人在收拾的 即是矮是可能清晰那些 我觉得是因为 刚刚好像有人住 之后就check out了 然后我们一班同学 就再进去拿房 那另一单是什么 明白 明白 好 另一单呢 那其实另一单呢 就是没有这一单那么肯定 但是算是真是第一次 那因为那个是很短的 可能 那其实就是我以前 小的时候 就是中学 那就是排球队校队来的 那有一天 有一晚 那我们通常都是在学校练习的 那就有个跟衣室 那你都知道 跟衣室可能是去厕所的位置 包括是回家那些位置 那样的 那然后我就 我那天呢 就有一些事情要早走 那就是 不过那时候都应该是六点多七点 那排球队的练习 通常去到七八点才完 那其实我都是早点去走 那样的 那不过呢 就我要自己在球场那里 就走回去跟衣室 那其实那时候的校舍已经是没什么人了 因为都收了工了 那些学生又放了 那些学生又放了 那然后我就自己去跟衣室 其实都害怕的 因为那时候都小时候 又害怕又害怕 然后进去跟衣室 就意自己开心 开了灯之后 有一个位置 就是 首先讲一讲 它是凹进去的位置 它是给你换衣挂衣的位置 但是就不是一格格的那些跟衣室 那我就在那里参快 因为我不想进去跟衣室 反正那些跟衣室也没有能力 那我就直接在那里换 然后呢 那我们就 我们的凹进去的位置 首先是会看到一排镜 那排镜 那排镜的反正就是刺甲 就是这个折扣是这样的 然后呢 当我的心情已经是 就是有些自己一个的害怕的时候 那我正在换衣服 刚好那个字线呢 就让它看到它是镜 那那个跟衣室呢 其实就是这个颜色方面 都是一些灰灰的 蓝蓝的色彤 就是厕所里面 是不会有其他 就是 总之如果是一些很显色 或者是红色的 那你见到什么呢 你见到什么呢 我就是见到一个红色的女人 站在洗手盘的面前 就是在镜子的面前 我也是见到红色的 但是我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 只不过是 不知道为什么我两次 真是亲眼肉眼看到的 都是红色 那我不太明白是为什么的 那天呢 其实那时小时候 就更加小胆 我一见到的这个影像之后 我衣服都不换 直接就拿着袋子 冲了出去跟衣室 就是立刻就跑回球场那里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事情 你去到哪个地步才见到她的 就是摆下的东西就见到 还是准备换衣服见到 准备换衣服见到 已经换衣服 准备已经是脱了一片衣服的 刚好就转了她去 看到大镜 然后就看到红色的一个女人 因为总之是那个色彩 当年我们学校的颜色我会知道的 就是这个对比 其实我一眼就看到了 那为什么你觉得是怀疑不是呢 怀疑你的眼法 为什么你看到了 明白吗 因为那一刻呢 首先你看到一个很突出的颜色 红色的一个人 那你会已经是知道什么事情 很快的 那个意识很快 但是我想大约我维持在宫室里面两秒 看到两秒之后 可能一秒两秒就立即冲走了 我没有去定神看一看 究竟我是否真的见到 但是整件事是很快速的 所以我不肯定 你每次见完之后 你就没所谓了 有得她见过就见到 就不理她是不是 是啊 其实我没有任何特别 就是不好的事情发分过 我喜欢这样 我喜欢这些 我想问一个问题 Eva 我想问一下 你说刚刚那个更衣室 就是中学时代 就是练排球 那接着你就说 刚才见到红色女鬼 就是去年825 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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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不觉得是同一 就是当是鬼 当是同一只女鬼 你有没有这样的想过呢 其实我有想过 但是我又回到 这个年间我就 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过 但是我只是纯粹知道 但是纯粹是同一只颜色 那我也知道红色好像不是太好的 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为什么 就是解释不到 我是没有见过其他人 因为你like怎么like I mean我没有见过 我觉得红色是最恐怖的 是 我like 我like那些人见完鬼 我卷了鬼就见到 就是不会搞那些搞老的那些 是啊 因为没有后遗症 我乖这些 没有后遗症 没有找师傅什么都不用搞 就没有发生 就怕一怕就算了 是不是只有这么多 Yva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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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有机会再提供给我们 那我现在不在live的时候 问你 是 是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那个什么 那个游戏床 是啊 是啊 那咪后再问回来 OK 不要给你压力 你没办法抹回下 我抹回下的 OK 有再有经历打进来 OK 谢谢 拜拜 拜拜 他另外呢 说的时候 14分钟 说得悔盈悔声 是 那我想了一件事 是 你有没有看过 日本卡通片 叫透明人间 很久的了 你又想说 是网上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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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人间 那个人不是经常都进去 那些女巾室里 是 然后突然间 不知道是正子 还是什么字 就进来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突然间 就会失灵 就会被人见到 就会见到这些东西 就会见到这些东西 是啊 就是你违的鬼 你可能是 违鬼是一个透明人 你觉得 我天马行空 我明白 我不要紧 我觉得这件事 有一个connection 就是 为什么他见到 都是那个红色的女人 会不会是 带着某些物件 是跟这件事有关联的 我在想 刚才Eva打进来 会不会是他本身 就是举例 会不会跟着 一直都是 不过没有一个环境 有些冤亲宅主 是一些祖先 家人 或者你 会不会 当时几年前和几年之后 穿上 同样的内衣褲 有影响 会不会呢 你不坏 他听到 他买回来的时候 就是引发了 因为你听他聚述的时候 他很具世无畏 他记得何时 真是 哪个位置 哪张床 他都完全记得了 甚至是中学的东西 虽然很简单 但是有 就是说得出那个 见鬼 对 他整个描绘回当时的 那对了 今天这个朋友Eva 就讲了鬼屋的东西 14分钟 那我们呢 下半节和这一节 都继续讲不同的鬼屋 现在你先说吧 但是我们的电话 是否仍然开放 可以可以 98108874 随时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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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的 街市务繁忙 是的 101条线 香港这不是有个网 不是说了很多不同的凶宅 发生了什么凶杀案 然后等大家去看的时候 买到的时候会小心一点 是 那我其实呢 大家讲上的节目 其实呢 你会讲的时候 你会知道有些案件 它是特别恐怖的 它里面死得 是 怎样说呢 特别离奇 我今天呢 想挑选一些凶宅 是大家 没什么要留意的 是 而我再讲给大家听 就是你讲来讲去 很多人都知道那些 那些事都不用说 那些事都不用说 我讲凶宅几宅 凶宅 给大家听 但是它里面有些鬼故事 好 我先看图片 看图片 嘩 怕不怕 事件 这张照片 如果说它是死 正常照片就没有事 你说是死者 我就立即害怕了 就是立即 我想说 其实我有时候 有些少论 说完岸的使命感 我久不久 就会画出完完岸出来说 希望 就是 提到大家 有些事情发生 可能有人会知道 那些事 ok 那78年的1月8日 我讲这个凶宅 就是在英王道 109日的 寶峰花园 19楼 我没有讲什么 好 现在有人住的 现在有人住的 这个地方 我认为是拒过的 你也应该去过 不需要 不用 就是以前对方的 这宗案真是朴朔迷离 是我说其中一宗案 我觉得最朴朔迷离 而且也有浓厚的神秘色彩 好听你讲 话说这个女人当时是39岁 她是一个大法修行的女居士 在家里有念经敲经念佛的地方 有一次她很久 一个星期就没有出现过 去到8号大约5点钟 她有个朋友 那朋友是她的金兰姐妹 打电话去到上次 打来打去都没人听 又不通 于是去电话公司查 问电话是否有问题 电话公司就跟她说 喂不是啊 电话挂起了 挂起了这么多天 于是她的金兰姐妹 去到宝峰花园 找这个女人叫王燕 39岁 然后打电话给她的弟弟 问她有没有看到这个王燕 那弟弟说没有啊 不如上去看看 那她就上去看 去到她的家里的时候 发现了她的家里的门是虚掩的 那一推开的时候 大闸就是关门了 但是她的弟弟又有锁匙 那帮她开一开门进来 发现了里面全部都是血水干了 然后有一声鞋印 然后鞋印一直到那间房 一打开 开了灯 看到刚才那个王燕 就被人家盖着一张尖 就在地上睡了 已经臭得很厉害了 就黑了 身上也有私从 那一打电话就报警 那警察来到的时候 就发现了她被人用硬物打死 那推断她是敲经念佛的时候 就被人在后面 就不断打 打了大约有九次以上 就是不是一两下打云 明白 那她正确的死亡日期 就是77年的12月27号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上11点 被人发现的时候 是1月的8号 足够有11天的时间 才被人发现 这个女人呢 她的背景也挺复杂的 她平时就以前 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在一间铜锣湾 叫鹰鹰花园 做伴舞的 19岁就下海伴舞的 也是宽墙里面的花灰 就是很受欢迎的 后来到61年的时候 她又转了去金凤池的舞厅 又是做红牌的 后来就 没有做了 30多岁就在家敲经念佛 也有少少钱的 奇怪在 凶手应该是12月27号 就打死了她 然后就11天之后 才被人发现 是 奇怪在她的朋友 在1月3号 晚上1点到下午3点的时候 不断地打到她的家 嗯 有些什么呢 她已经死了几天了 是 已经死了4天了 有人拿去电话 是吗 不出声 是吗 再看 是的 心无人说过的 嗯 这个就是 拿个电话 出声 嗯 接着 好了 如果你拿个电话 不出声 就下起电话 是啊 那电话永远都下起 是 是吧 嗯 但是呢 14个钟头 嗯 不通 以前的电话 你不就知道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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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通的 是没错 14个钟头之后 又有人把电话放进去 又变回 咚咚咚咚咚 这样 嗯 即是那个凶手呢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凶手 一是鬼 一是凶手 是 是 就是曾经拿起电话 又放进去 这样 那鬼故事在哪里呢 嗯 这个黄燕呢 他死的时候呢 就敲经念佛 是 亦都死得都很惨的 嗯 还有其实 那宗案呢 是原案来的 嗯 即是不知道结果 除了不知道结果 亦都一个suspect 都不知道是谁 嗯 suspect都没想到的 通常交友关系的方向 完全查不到 那么我估计 还有 如果你不觉得是鬼 嗯 就是有一个凶手 杀完人之后 再进过他一屋 嗯 逗留了14个小时 除非他处理屍体呢 否则理论上就 没处理过 是啊 你说他整个 没处理过 整个洞了 就是臭了 因为理论上就不会 几天之后再回去 不会值得留下在这里 因为留下 因为越留一久的时间 你越风险越大 空闲 是啊 重要的 有人打了电话来 拿起了电话 不出声 就放回来 是 是不是还有图 那这个黄 那个时候的单位是这样的 就是他住的单位是这样的 那个厅里就有个大的 就是拜神的佛堂 是 而这个女人呢 其实呢 他虽然就没有做 嗯 但是他经常都会 回去和姐妹聊天 是 还有他有些做了很多年 是 然后他呢 他做那个舞厅呢 有些小姐就这么说 嗯 他说当他的屍体被人发现了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 嗯 那些人陆陆续续 都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 哎呀死了 是 那有一天 有一个小姐呢 就是 叫她叫小翠 小翠就在六号台上钟 嗯 知道什么是上钟 嗯 以后不就知道 就是计 我听过那些叫茶舞计妃制的 是不是那些东西 我都是听前妹说的 上钟 就是这样 上钟你应该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吗 很乖 OK 我也觉得你乖 就是很乖 那以后上钟的时候呢 那你就知道 坐厅的那些 后面有一张桌 中间有一些透明玻璃啊 有一些雕花 这样就整裂了 对不对 那他见到呢 后面明明没有人坐的了 是 那个座位 就是不满的 嗯 但是呢 后面的玻璃窗 后面的座位 就有个女人呢 就側面呢 就隐隐 弱弱的 那里呢 就露了个人头出来 是 拨头发啊 吃一下烟啊 这样 这样 那他就觉得 喂 这个女人的轮角 和黄烟呢 好似的 实在很相似 嗯 似得很紧要 哇 特别是认得出他呢 后面疏起了少少 软软的那个 头发尾 嗯 就认得他 是 哇 那立刻 很害怕啊 然后就 准备就 跟老板说 哎 老板 我叫个姐妹过来 行不行啊 等一等啊 不要先找他 那他老实说 好好好 你叫 那他起床 就准备叫姐妹 伸个头去 撞一撞 是 你哪个人都没有 但我想问一问 他见到疑似黄烟 那个人形的时候呢 当时是知道 他的死讯了 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的了 但是他还 他还 那他知道是鬼来的 应该 那你不知道的嘛 就是不回忆的 有人在旁边找着你 你不害怕的嘛 明白明白 你不会害怕的 明白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你找着东西的时候 会不会害怕鬼的 想不到那么多的了 想到那么多的了 是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对了 然后 那然后 除了这样之外呢 有很多人呢 也都见过的 就是说他呢 在更衣室的收工时份呢 就是收工时份 跟着更衣室 跟着衣服 怎样拿手袋 就走的了 就见到外面呢 都是见到他坐在那里 嗯 就是不是一次的 那有些时候呢 他在外面跟你揮瘦啊 有些都哭啊 好像申诉自己的冤情 很邪的 那这样 那之后呢 大家就夹钱 打架 就是超度了他 嗯 这个单位呢 我当然知道哪个单位 是 那我曾经晚上 真的踩上去 我死掃难掃 掃到 有人住 哦 不不 有人住 英皇岛这些地方 是有人住的 一定有人住 港岛区 是不是没有图 有棵我配合他呢 这宗就够了 这个就是他当时 是怀礁的 不过 真是邪的 邪在就是 你说元朗那些 那些都算了 那些姊妹 在他那个 工作场所 就是那个母厅 见回疑似 他那个鬼魂 这个真是邪恶 我听我的朋友说 不是一单的 是不是没有了 这些照片 这个就是当时 我一个旧共享 在那里住 是吗 是 当然不是那个单位 我没有问过 是 因为我记忆中 他们以前是 以前是露台 后来很多人都改 做变成房 是 然后呢 这个女人 他死的时候 是被人推断 是 应该是一个 识的人 进来找他 然后在他敲荆 念笪的时候 打死他 我就是说 所以是交友关系 应该是可以查到的 这些识都臭了 回到逗留了14个小时 拿起个电话 这么够扣 是啊 是啊 好了 我们这次先说到这么多 下次再说其他空集 你也有日本空集 有日本的 进港 也有香港 30分钟那么少 进港 说不完 有很多 下集再说一分钟 休息一会儿